Peace of Peace 乐高世界遗产展 即台北厂创下好口碑后 现在遗失高雄展出 让南台湾的乐高迷也能一保眼无 乐高世界遗产展 Peace of Peace 正式启动 无论是埃及努比亚巷 印度太极马哈林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在这里民众不用出国 也能一次饱览世界遗产 在这里民众不用出国也能一次饱览世界遗产 但是今天用的作品是 25个国 39个国家的世界遗产 在世界中爱的玩具 Legoblock里表现 除了有世界遗产的乐高模型作品 高雄唱展建再加码 特别新增在地特色建筑 展现台湾的文化之美 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能够把我们一开始 台湾民众所认为的玩具 能够发挥到零零尽致 当然参观之后 我相信还可以联想到很多的面向 风鸣日本十年的乐高世界遗产展 在台北展出吸引25万参观人次 现在这股风潮席卷南台湾 搭上春假和端午廉假的商机 渴望让乐高话题持续发烧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